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大家好 感谢双关萨打顺人带来的刀塔尔比赛解说 哎呦 是一个多事之秋 那么今天的这个比赛啊 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南昂贝S2 南昂贝S2的CDCY对战WINS的第二场比赛 双方第一场比赛呢 WINS是掏出了一个狼人家小狗的一个双壳 CDCY则是打了一个精灵小小 那么在CDCY等于上场比赛是在先破一路的情况下 就还是被WINS给赢了 因为先破了一路 但是没有能够继续去扩大这个优势 破的那一路 破的也是非常的勉强 但是在后期团战的时候 接这个团 由于有大晕锤这样道具的存在 也是伐木机 CDCY的这个伐木机也是完全站不住 等于最后是无奈输到了这场比赛 还是后期啊 伐木机这个东西后期还是比较法力 就算是有了A仗 有了杨刀这些道具 后期该法力它还是法力 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大盒 它的装备成长性还是偏低了一点 所以上一场比赛 但是上一场比赛 本来我是给大家想做这个直播解说 但是又是直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状况 那就没有给大家做 我们来直接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场 上一场比赛目前是WINS的一个1比0 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CDCY现在最近的一个状态也是不错 尤其是他们的这个carryway 这个AME AME这名选手确实最近的一个状态是非常的爆炸 很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 中国未来DOT界的一些希望也都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 CDCY上来是扮了虚空跟小黑 还是不放虚空跟小黑的这个组合 由于是先搬先选的一方 一手也是直接抢了大牛 WINS则是扮掉了DS和LAND 然后一手拿了老虎加上一个干扰者 然后第二手呢CDCY则是拿了一个蝙蝠 那么我们来继续慢慢看双方的一个BP 直播解说就是这点好对吧 看BP的时间非常的充裕 那第三手WINS选择是扮掉了一个水人 水人这个英雄也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 在CDCY的体系当中也非常出色的一个 carry呗 我们来看一下后续的一个搬选 CDCY选择是扳掉的是一个影刺 WINS最近的这个男人啊也是 有一场打的会比较传统 然后另外一场可能经常会拿出一些打招来 看看上一场比赛再拿出一个比较 也不算纯粹传统的一个阵容吧 上一场比赛WINS选择打了一个 我印象中是三号位的狗 一号位杀斗的狼人 然后三号位的小狗 也是每场比赛都会给咱们一些新鲜的东西出现 第四手的搬人方面CDCY选择搬掉一个赏金 而WINS则是搬掉了一个小娜家 小娜家这个英雄 那么也就是说WINS这场的一个整体思路 就是防止你跟我拖大后期 但是如果你真的防止对方拖大后期的话 你不办这个大娜家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还是说你们觉得大娜家这个点不是很害怕 第三手的选人WINS也是考虑的时间比较长 反观CDCY倒是拿人方面的 和拿人和这个半人方面倒是显得比较自信 时间用的非常短 上一场比赛CDCY其实在前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而且优势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归功于WINS上一场比赛 他们的这个一号位和三号位英雄的一个特点 一个狗加上一个狼人 这个在前期由于比较缺少爆发 他需要去追人脸上去A 但是对方的大哥位选择的是一个伐木机的大哥 前期这个狗加上狼人去咬这个伐木机有点咬不动 所以这导致了前期的一些一度的一个劣势 但是到了后期呢 感觉CDCY还是没有能够一鼓作气把对方给拿下来 最后是输掉了比赛 WINS在第三手拿出了一个大鱼 那这个大鱼就生了 这个大鱼就生了 这个CDCY摆在CDCY面前的问题就是这个狗怎么办 如果WINS这场比赛再拿出一条狗来 你这个还怎么办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 感觉CDCY的第三手 果然他们抢了一个狗 你看这个就属于是一定程度上是属于没办法 因为已经办了一个引刺了 把引刺加狗的这个体系呢 已经给你处理掉 然后WINS这个时候第三手掏出一个大鱼来 你不拿狗我就拿 特别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不拿狗我就拿狗 然后狗加大鱼的一个体系 加上老虎和萨尔的两个后手 cdcY不过他们这个阵容拿狗倒是也还可以 狗加上蝙蝠也可以打 大牛可以作为一个后手的掩护 也做这个从阵容的角度来说也不错 看一下WINS的第四手拿人 这个双方的第一场比赛 我就不给大家补了 因为我自己已经看过一遍了 然后呢 而且那场比赛整体来说 感觉打的还是比较脱 就两边都在脱 WINS上一场比赛在脱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是因为我这个 劣势 我劣势需要等着我的两个大哥在发育 我要拖 然后呢 cdcY拖那是有点被迫无奈 他上高地上不去 对方其他人 这个手高地的能力实在是有点强 一直在跟你耗 来回再对着耗 然后伐木机在后期呢 有几波的自己的一个单个的 单人在待见 那几波失误也是被对方提了几次 这样也是导致最终的一个团战乏力 打不过 cdcY在第四手拿出了一个小鱼 那也是准备打一个三号位的狗吗 如果他也是打算打一个三号位的狗的话 这样比赛就有意思了 三号位的狗去打Winz的这套阵容 肯定是不能打高达狗的 这个大鱼加上熊战打高达狗 拍的实在是太快了 Winz最后一手选择办掉了一个光法 cdcY自己办了个伐木机 那也就是说对方办了个光法的话 他们担心对方拿出这个伐木机 因为光法就是一个比较克制伐木机的点 给上一个法流失的话 伐木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淡疼 看下最后的这个一手选人方面 cdcY这里还是缺少一个中单或者是辅助 小鱼这个英雄现在也是偶尔有些人 会拿出来去打中单 然后蝙蝠也是可以去打中单 所以他们现在这个中单位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蝙蝠小鱼其中的一个 小书童的话应该是会考虑去拿蝙蝠这个点去打中单 那关于小书童这个选手之前有人说我黑他 这有很多物质人说 哎呦我为什么拿那个谜团 而且从他们拿出谜团的这个速度来说 应该他们这个谜团的套路是用过一段时间 应该是用过一段时间 不像是一个新打的一个体系 最后一种非常果断的逃出了一个谜团 那就是谜团加上萨尔的一个后手 然后呢大鱼加上熊战的一个先手 应该是这样去打这个团 老虎则是在旁边去补输出 一号位的熊战 三号位的大鱼加上一个二号位的老虎 二兵的谜团去打野 萨尔去逛街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萨尔应该是去保这个大哥 但是熊战这个大哥位一般来说不太有报 他在烈士路打狗不会吃亏的 雷威斯刚一上来 也是非常的冲动 直接是两张TB出去查眼 大鱼做一个上路眼 而下路萨尔是做了一个下路的一个 也是算是一个保护眼吧 CTC外则应该是考虑一个五人 直接一级开悟 路线已经划好了 从中路过去以后呢 绕野区 五人开卧 看一下 前进的一个路线 五个人直接贴着中路 贴着中路再往野区走 这块应该是要撞人了 这块应该是要撞人 选择绕到下面来破卧 看到了二兵的谜团 这个谜团不出意外 应该是可以跑得掉 因为这边没有什么有效的仙手 这里过来给一刀 但是没有毒球 没有毒球的话 剩下一个跳 第二个跳是等不上的 第二个跳的时间太长了 调刀调刀从旁边过来 走出从这里开始给叠油 二层油 再叠一层三层 看一下老虎应该 老虎身上没有选择买这个 魔伴出门 这也是做了一个 也缺了一个眼 这里跳过来 还是拉住了这个萨尔 那这个萨尔应该是 应该是去了 卡一下位 没卡住 没卡住 差一下 差一下 没有往前追 这A这一下 其实他应该可以考虑追这A一下的 这个干扰者身上是没有这个先灵火的 刚才他那个攻击的挥动动作 好像已经出来了 这样的话 开局啊 开局30秒 开局30秒 这段时间萨尔是直接选择去送野 并没有去犹豫 自己的状态反正也打残了 直接买完东西以后送野 征路的小书童 这里是运了一组吃树 应该是 挑刀挑刀的出门中 选择直接一个大魔伴 上路杀到的这个熊战选择 是来到上路去 跟对方那个狗去钢 不让你这个狗打钱 狗在前期确实是打不过熊战 近战 几乎所有的近战 在前期打这个狗熊 好像都是打不过 小书童的蝙蝠在中路 被耗的一个血量 被耗的有点多吧 而且对方老虎身上有一个魔伴 一直这么叠油的话 如果找不到机会去击杀的话 还是比较亏的 另外他本身杀老虎就不好杀 本身杀老虎 老虎就可以跳走了 下路这个大鱼被拉住 大鱼被拉住 大牛这里 大鱼也不慌 反正你大牛想踩 我就先踩你 你这个技能不能取消 那从这个分路来讲的话 还是WINS占了一些优势 下路的一个大鱼 基本上处于是一个 就是可以混 可以混的一个状态 毕竟是一个优丹的一个大鱼 猎兽的这哥俩去钢的话 这个狗是钢不过这个熊战的 所以现在这个补刀方面 熊战也是占据了 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超了这个狗将近一倍 中路的这个对线方面的话 老虎的补刀目前是5-2 然后蝙蝠的补刀是一个7-6 这波也被封的 还是比较机智的 因为他如果不封这个野的话 老虎经常是可以利用自己的一根剑 在这个地方去补 这波大野 对于这个老虎的成长 在中路的一个成长也是非常有帮助 这个反补你比如说 小树洞这个蝙蝠反补做的 还真的是到位啊 到现在为止 这个蝙蝠9-9的一个正反补 我10-9了 正反补方面占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这里上路这个狗跟熊两个人 是一直在不停地勾心斗角 野区 野区 大牛这踩一脚 迷团目前是三级 这里给上一个晕 还能再晕一下吗 再晕一下 但是伤害还是有点不太够 伤害还是有点不太够 而且不小心是引到了这波怪 老虎这里给一个星落 但是没有打出第二下的伤害 如果这个打出第二下的伤害的话 是有可能形成击杀的 刚才跳过来的这个时机 其实掌握的是不错的 但是由于这个旁边的兵有点多 跳过来的一个位置不是很理想 没有打到第二发星落的伤害 打到的话再接一根追身剑 逼一下这个蝙蝠的一个走位 然后再接两个 当然如果追身剑直接射到的话 就直接射死了 这里杀到的这个熊 完蛋 最后是被大牛过来一个魂 直接带走 这个熊冲得有点太深了 想跟这个小狗做一波交换 做一波交易 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这里萨尔勾一波兵 勾到台下 这个刀 哦 熊冲来到下路就发育 来到下路就发育 对这个小鱼的话 被小鱼又怼了一波 哎呦我的天哪 再给上一发减速 这个熊战感觉要死 这杀到的熊战连死两次 这个有点伤了 而中路好在队友是过来帮助杀了一波 这个中路的蝙蝠 这样的话是稍微找回来一点 稍微找回来一点 但是杀到的这场比赛 这个熊战有点疯 熊战这个英雄前期节奏崩了的话 是不太好往回找的 因为熊战这个英雄 他刷钱的速度一般 他不是一个刷钱很快的点 他主要是靠杀人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前期线上就像这种连死两次 你的等级已经被对方给拉开了的话 你看现在这下路的小鱼6节 熊战3节 对方上路的小鬼5节 这种等级一旦被对方拉开 熊战想去再去进行击杀的话 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 他现在需要去稍微补一补自己的状态 然后装备补起来一点 稍微找个机会打一棍盾 这样才能稍微找回来点自己的一个等级 要不然他现在这个等级烈势实在是有点大 刚刚升到四级 那这个萨尔跟熊战这两个人的组合 在上路应该说是 本来应该是打出优势的一波 但是呢被对方给 还是自己没沉出去 说实话还是自己没沉出去 这个晕着 这一个剑没有接上 大牛的一个CT踩着 调刀调刀这个位置感觉好像有点危险 跳一下还行 跳的这个方向非常好 跳到这个坡上 但是被炸回来还是要被点死 这波还是被点死了 后面大鱼 智原上来以后是一个几级的大鱼 这是 这是一个六级的大鱼 给上一手点刀 杀掉这个蝙蝠以后 给上这个小狗一手点刀 可以继续逃 那这样的话是完成了一波 一换一 估计算是一换一吧 老虎跟蝙蝠那波一换一 现在的问题还是在杀到这个点上 他这个熊战这场比赛前期的这个发育 十分的不健康 按道理说应该是一个打对方这种近战和比较有优势的一个英雄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打出优势来 大鱼加上熊战也算是一个物理爆发秒人的一个点 就两把跳刀以后 小鱼拉住 杀斗这又冲动了 哎呀 这个杀斗到底是 到底是为什么呀 这个杀斗 他为什么老是总是去怼着对方的一个小鱼这么干呢 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在于他怼着一个小鱼 最关键他打不过这个小鱼啊 小鱼等级比他领先太多了 这里虽然说是伯葬加上加血加上大牛的踩全部都打出来 但是还是被躲在一边的这个萨尔拿到了这个大牛的人头 这个局面继续这么发挥 这样下队的话这个CTCY就有点优势了 老虎这波是被蝙蝠拉了一波 不过没有死 没有死 请他扶 跑得比较快 这里给上一发双发轻落 大牛这里给上一条CT 跳到跳到去 叠上一层油 再叠一层油 一个普攻 大牛一个普攻 直接带走老虎 感觉这场比赛初期对线期 WINS把自己原本应该是有优势的一个对线给放弃了 给丢掉了这个优势 现在场面上已经完全有点hold不住的一个局面了 经济方面呢 小鱼第一 大鱼第二 然后第三名和第四名都是CDCY的人 WINS已经是完全落到了一个下风 CDCY最近体现表现出来的一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整体来说 就比之前一段时间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 之前一段时间感觉CDCY打得特别迷 尤其是中单这个点 中单这个点老是打得特别迷 不知道是为什么 不过话说话来 这次南洋杯国外的这种顶尖战队全都弃全了 这次南洋杯由于他这个时间比较尴尬 他的这个时间正好是卡在了TI之前一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 然后大家很多队伍都是为了TI去留力量 留点力气 然后不要把自己过多的这个套路透露出来 所以很多队伍都选择了弃全 这样啊 南洋杯基本上快 基本上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国队内战 所有的南洋杯的队伍基本都是中国队 确实由于中国队举办的这几次比赛一次比一次烂 举办的是一次比一次查尽所以现在中国队中国举办的比赛在国际的口碑上面现在已经是烂得无以复加了 现在国外的队伍都是能不来尽量不来 这里蝙蝠吃了一个隐身符过来逛一圈但是被对方发现了 被大鱼发现了 大鱼直接撤退了 因为我现在做这种解说就是这种民间啊民间这种解说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没有那么多的这种乱七八糟的压力所以呢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一点 像很多东西大家就看那些这里上路又是被拉住了大鱼这一条材 但是自己对方人有点多还是被直接带走 像很多那种就是所谓的职业解说就他需要去代表某一个这种电视台 或者说某一些娱乐单位新闻娱乐单位的时候 有些话他不敢乱说对吧 就不像咱们这种民间解说这么自由 你像中国的那会举办的冬季赛吧我记得是上海科技赛 当时有人就说那个比赛已经是烂的无以复价已经不能再刺了 然后呢马上就被北京给打脸 北上广三个北上广现在是北上广深啊 现在还有两个地方还没有沦陷对吧 广东和深圳还没有沦陷 现在北京和上海的这个比赛举办的已经彻底沦陷了 我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作为一个北京人我感到十分的羞愧 在鸟巢举办的比赛居然举办成这样的一个质量 让我实在是死掉危急 这里是三个人一波开悟直接过来打盾 这里是依靠着熊战加上这个大鱼的一个剪甲 这个打盾的速度肯定是相当快的 这里大牛给上一个影子进来看到了 但是看见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来不及了对方打的实在是太快 这个熊战的飞动加上大鱼的点灯 这样啊这段时间的这个经济是慢慢的是赶超上来了 拿到这一个盾以后的经济方面 现在CDC外只有小鱼的这个经济领先 小狗的经济是被光给拉开了 中单的这个蝙蝠的经济 就是你看小书龙的这个中单蝙蝠 他在拿到了自己的这个核心装以后 甚至还没有拿到核心装以后 自己这个装备出的很慢 到现在位置12分钟 还是没有做出自己的跳刀 他这个点还是感觉是有一点就是 游走过渡 游走过渡导导致打断了自己的一个节奏 这只鸡 这只鸡死了 开一个加速还行 反应非常快 直接开一个加速 这样的话可以绕一下树林 现在中国现在举办的这些比赛 说实话我自己有的时候都看不过去 就像那个北京的那个 这回那个NEA NEA的那个比赛 最开始的时候 我当时还有朋友是在群里边有观众是去北京现场去看的 然后最早的时候我记得那个票价卖的很贵 什么400多600多先看这一波拉住 拉住以后大鱼这波要直接被秒 果然是直接踩在那个火里面 加上塔子伤害直接被烧死 这波CDC外的一波防守 大鱼这波冲头有点太靠里了 太靠里了后边队友有点跟不上 就是我有观众在现场去看的嘛 那个票我看那个票价 有400多的有600多的还有800多的 然后还有好像还有900多的那种 那种那叫包房的那种那种票 听起来特别吓人对吧 然后实际上当天比赛的那天 那个门口的黄牛票五元一张 五元一张就可以进去看 然后最关键的是 你进到那个比赛里边以后 你进到那个现场场地里边以后呢 看不见那个比赛 他比正常比赛的时间是延误了一个小时 不知道什么原因 延误了一个小时大家才能看见 然后你还不如坐在家里面吹着空调去看 那块的所谓的那场票 就是草坪上摆了点椅子 然后拿来着铁架子给隔开 然后做的那种淘宝爆款 20块钱一张那种椅子 所以非常无奈 还是露天的 晒得跟王八蛋一样 然后在那块看那看着大屏幕 然后还有好多人在现场拿着手机看直播 你感谢 最近这不是在流传一个 就告诉说给你讲个笑话 对吧 我在鸟床拿手机看直播 都是这样 所以 这里一个跳踩踩住 看见蝙蝠的位置 蝙蝠选择是到了后面去拉了一下二兵 这一把二兵 但是这里被递回去了 这被递回去的话 等于这一波二兵的这个位置 还是被对方给怼死 小猪童这里残血能不能带走 带走漂亮 这波小狗过来钻了一下兵 钻了一下兵 炸出来以后 这个狗有点残 这个状态 熊战这个时候出现了 熊战这个时候出现 开始轮一波 熊这时候还有盾 小鱼从后排切入 这个切入时机掌握的完美啊 这里给上一个立场 隔一下 往后撤 开始往后撤 这波双方目前是打成了一波二换一 这里大牛一个CT 踩中两个最少 漂亮 这里萨尔肯定是要死 萨尔这里 小鱼这里开了引刀 这个萨尔还是要死 一刀直接带走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进攻被CTC外小鱼的这个引刀 应该说是引刀第一波 直接给打退 而且小鱼这波是非常非常赚 收掉了两个人头 感觉萨尔的这一波进攻还是有点准备不充分 CTC外这波的防守做的也是非常的到位 蝙蝠一直上来以后 第一时间选择去拉这个二兵的谜团 也是选择的非常准 萨尔的这个D的时间是稍微晚了一点点 其实萨尔也可以考虑不给D 就直接给出一个大招 减后一点 这里米拉纳死了 被小鱼拉住了以后是跳不走的 他身上也没有带树 没有带树没法给自己隔出去 没有用黑科技 真心希望咱们中国什么能举办 咱们要求也不高对吧 也不要求说能做到像Ti那样的规模的那种 那种质量的比赛 咱们就能做到一个像震忠杯那种质量的比赛 我真的就已经是无欲无求了 但是我估计中国的未来的比赛可能没有更好 只有更烂 这个恩爷爷现在已经是创造了一个 我在鸟巢看 用手机看直播的这个 这个场面了 不知道下一次比赛会什么样的场景 看一下这波 蝙蝠带狗跳过来 拉着狗炸出来以后 直接进去秒杀到的这个熊战 秒掉 而且正好是卡在了这个盾销的这一波 这样呢 这场比赛是被CDCY直接打了一个找老北 小鱼的这把引刀刚刚开时间还有一半 这里谜团把树开了一下 但是发现对方的人还是比较多 这里也是放弃了追杀的一个念头 熊战不在 其实他们这个阵盾团是刚破的 小鱼一旦开始引刀冲上来 就他们现在这个阵容是没有人能够拿这个小鱼 有任何办法的 小鱼的下一段装备也是选择去出一个回音 我特别特别期待下一届中国的比赛会举办成什么样 特别特别期待 当然我并不指望他能办得很好 我就是完全是觉得他一定会办得很差 这也抱歉啊 各位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旺旺啊 旺旺出了一个事 这是我的事啊 抱歉各位 不对啊 我开静音了呀 算了 先看一下这波 引刀的小鱼是发现了对方的这波 干个的一个计划 这样吧 赶紧撤 对方所有的人都到了 赶紧撤 这波撤的话应该是打不起来了 呃 我记忆中我是把这个方法改成 静音模式的呀 CdCY反过来的一波去找人 但是没有找到 这个Wins这帮人撤退撤的也是非常快 上一场比赛跟这场比赛的情形有点类似 就是上一场比赛出击也是CdCY打出的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但是感觉他们上一场比赛就是越打越乏力 但是这场比赛从阵容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杀到的这个熊战又是被对方这个蝙蝠加狗给找到了 编蝙蝠也是出了一个吹风 他出一个风杖的话去 解决一点对方熊战的这波爆发 这个选择还是比赛 哎这里挑刀挑刀 小鱼这个爆发不够 没有晕锤 没办法打断挑刀挑刀的这个体 咱们感觉现在WINS感觉有点打的被人四处追着打的一个感觉 去哪都不敢去 然后四处都被对方被对方抓 小鱼自己可以单抓 蝙蝠带狗可以抓 这又是蝙蝠带狗 弹一下但是没有弹回来 而且老虎是开了一个大招掩护一下 这个蝙蝠再上来的时候是被对方针织了 这样的大鱼一脚踩 小狗在追着 然后这个大鱼迷团过来给一口没啃 小鱼开引刀支援到位 先找大鱼 秒的大鱼以后 这里给上一个CT 二兵的这个大招也是被瞬间打断 这里蝙蝠再往上追 挑刀挑刀这里跑不掉 CDC外的这个小鱼已经是完成了一波三杀 感觉这张比赛WINS已经走远了 这个就是从初期开始熊战的这个 初期线上不顺 然后由此引发的一个连锁反应 而且再加上现在这个熊战 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踢管阶 到现在为止零杀无死零助攻 整体是一个零贡献的一个熊战 当然这个零贡献是对于自己方来说 对对方的这个攻击还是很明显 这里大牛看一下准备怎么给这个CT 这里是先蝙蝠先挂给他一套技能 这里一个CT 这里是吹起来 吹起来的话但是这样的话大牛一个CT就浪费了 小狗再支援过来 给上一拳 不要让他这个跳刀跳走 蝙蝠飞过来以后拉住 小狗冲过来开狂暴 直接带走 这个 熊战现在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踢管阶 前期熊战这个英雄一旦打得不顺 现在到了中期就完全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对方随便来两个人就没提你 本身就腿短 这给根箭能不能射中 没有射中 对方小鱼 清怪的时候这个站位还是比较注意 老虎做出了A仗 但是这个A仗有一点 于事无补的一个感觉 哎 哎呀 萨尔这个地方迷之站位啊 为了贪这波野 结果是被对方这块两个真眼 这块一个的假眼一个真眼是看到了 哎空踩了这波 老虎赶紧开一个大招掩护一下 看有没有翻眼 好像是没有人带翻眼 只有大牛身上有一个眼 但是这个真眼 蹲人还行 追杀是有点差 这里小狗买了两个物 看一下这两波物 这两波物要开成功的话 这场比赛基本WINS就走远了 WINS这场比赛整体拿的一个阵容的问题不大 就是前期对线打崩了吧自己 熊战加上老虎 这两个人的爆发 再加上这个大鱼 大鱼的一个先手 然后呢 谜团的一个后手 还有萨尔的一个接技能 其实是一个很好打的一个体系 但是前期对线期崩了 等于他们的carry跟对方的这个carry成长 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这里是先手过来跳踩 踩了一头小鱼 但是并没有起到什么很好的一个作用 这里狗炸出来以后 但是蝙蝠被秒了 老虎的A仗第一波直接秒掉了蝙蝠 这里一个CT三连 打着到了大鱼 大鱼这里用一个假的一个踩 骗了一点对方 跳到跳到这里是一根箭 直接射中了这个小鱼 不过问题不大 这样的话这一波CT虽然打亏了 白白送了一个蝙蝠 而且自己这边的大招都交的差不多了 只有一个小鱼的大招没有交 这里再一个跳踩 踩住迷团街大漂亮 直接是秒掉了这个小鱼的一个变态杀戮 这样的话是一天得到700块 这个老虎 老虎这不是要起飞了 打完了 而且这还在追对方的大牛 这里熊战也过来了 熊战表示终于拿人了一把 这一把大牛给递回来以后 又是跳踏跳踏拿到这个人头 完成一波双杀 这样可以趁机的打一波盾 这波可以打盾 熊战自己就可以搞定这个盾 上路这里 迷团加上大鱼的这个跳踏二人左右 是把对方的这个人给逼到了很靠后的一个位置 然后对手跑去打盾 这一波怎么感觉打完了以后 Winz有一点要翻的这个意思啊 本来这个经济已经是差了差不多一万了 然后一波被拉回来一些 拉回来将近五千 经验方面是被拉回来了五千左右 熊战再带一个盾 而且这一波可以回家以后 又是把自己的散尸也做出来了 这波CDCY 送的好啊 这波 可能没有注意到老虎的这个一仗第一波 老虎一仗第一波 小猪童上了以后 这个爆发吃的太狠了 没有来得及用吹风去吹自己 直接就被这个老虎的双发星落 两个双发星落给带走了 感觉这个这场比赛这么下 就Winz要翻啊 这个就是刚才最简单的一个套路 就是大鱼跳踩踩住了以后 如果你后面没有一个足够好 能够打断我技能的人的话 我谜团人冲上你 我接一个跳大 这个人是拉谁谁死的 因为Winz这个阵容爆发并不缺 熊战这个英雄 再加上老虎的双中星落 这个爆发绝对是够用的 这里大鱼的一个跳踩踩住 大牛这给上一个C 给一个立场框一下 边盒这跳出来以后拉住 萨尔被带走 跳刀跳刀这里 被给上一手撕裂伤口 但是没有后续的输出 小狗的第一波爆发已经打完了 小鱼这时候开始引刀 准备打第二波 但是没有找到人 那在CDC外选择 就推一下下落的一个二塔 萨尔死了的话问题不大 萨尔死就死了 这个死不足细 小鱼大引刀回音战刃 假腿 26分钟 这个装备还是比到肥的 应该说 下落二塔给推掉 这里小鱼 所有人都在往上路靠 所有的人都在往上路靠 这个小鱼 看看怎么说 大鱼第一手过来 这个小鱼的C已经用过了 给上一手点灯 来不及C 尼团都没有放大 熊战过来以后 直接把这个小鱼给秒了 而且这个熊战为了确保 能够秒的这个小鱼 甚至是直接开始大招上来了 开始大招去打一个双倍的 这个怒气狂地的伤害 然后下落虽然丢了一个二塔 但是小鱼被击杀 这波Wins又找回来了一些 小鱼下车 装备一步出一半应该要赶紧做BKB了 但是他做BKB 有些用 有一些用 可以阻止一下这个跳刀跳刀的老虎 跳刀跳刀在刚才那波拿出一张的第一波以后 因为打那波很顺 这段时间要是刷了一些钱 自己很快的掏出来自己的跳刀和一把绿杖 下一段装备应该是准备直接出一个 虚灵了 虚灵到这个蝙蝠这里跳过来以后还在找 被一个大招拉住了 反而反而被一个大招拉住这里小狗 小狗和大牛是被熊战这哥几个直接给打晕 这里看一下小竹童和二兵的这波决斗 看一下这哥打这波决斗一个没肯救回来 大鱼赶上来以后吹风吹起来就一手 一个踩这里自己再吹点自己跳刀来得及吗 来不及还是被带走了 宝石掉在地上了 这波二兵的这个谜团啊打的真的是机智啊 看到自己的队友跟对方刚起来了以后 直接一个大招只拉住了一个蝙蝠 而且这个大招并没有能够杀到对方 只是拉住了给队友拖点时间 等着队友来救我 这手秘法 这手没可见是保护了自己一下 那这样吧 感觉这个局CDCY又是莫名其妙的要交 又是莫名其妙的要交 这回是引刀的小鱼带狗 引刀小鱼带狗来找人 这个地方应该是能看到这个熊战 但是看到也达不了 这两个人跟这个熊战硬钢是刚不过的 熊战还吃了个双倍 这个熊战你小鱼加上狗去跟这个熊战硬钢的话 很有可能是被这个狗直接 被这个熊战直接一个拍地板开个大 然后开个威就挠死一个 或者直接给你挠一个 有一个人直接给你挠残 你就得往后撤 要么就是小鱼开大 因为狗的狂暴是没用的 怒意狂击无视莫免 这波鱼狗组合是没有能够找到什么人 兴兴而归也是 大鱼跳刀吹风 这熊战准备要上了 双倍的狗熊 双倍的狗熊 这波看了一下 对手全部都往回撤 这波不打 摆开了一个V 自己的双倍的时间了 这里熊战第一波 他有盾 这波跳踩 踩住了以后 但是被大牛的一个CT 三连这个大鱼要被秒吗 吹风就自己 nice 这里老虎过来一个双发双重星落 直接把小鱼给秒了 熊战又拍死了一个带则 看见前面还在追 这个大牛 大牛 差一下 没有被熊战挠死 但是老虎过来一个星落 直接带走这个大牛 我感觉这波真的CTCVL走远了 又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又是一个前期优势 被队友翻的一个局面 这个经济估计拉平了 反超了已经 经济跟经验都反超了 一万的差距就这么被反超了 我的天哪 老虎也是掏出了自己的薛灵刀 这条老虎又是把兵给清掉 这个塔二塔又是交掉老虎 这个小狗钻了狗钻了一个蝙蝠 看看去秒谁 应该是秒老虎 对 先秒老虎 看一下 迷团的一个大招 报警了 拉住三个人 救了老虎不说 把对方这三个人全部击杀 而大牛的一个CT好像没踩到这个人 没有踩到这个迷团 迷团开了BKB 迷团开了BKB 不是没有踩到 是BKB的一个打 直接是一波拆塔加零换四 开了BKB 我刚才可能太乱 场面太乱 我没有注意到的 这个BKB 这样的话 这波团打完了以后 基本上 WINS已经是拿到了胜利了 Shadow的这个熊战在前期 有很长一段时间的 这个劣势期 结果是被对方 被这个老虎的一根A仗给救下来了 他们这场比赛的翻盘点 就是老虎掏出一仗以后的第一波 CTC外这个蝙蝠加狗冲上来以后的蝙蝠 直接被这个双虫双发星落 直接给秒掉了 等于这样的话 瞬间形成一个简缘 然后狗抱出来以后 也没有秒掉对方的人 蝙蝠没有能够成功的放出大招 配合自己队友的 等于从这一波开始 WINS就找到这个机会 然后老虎这边就越来越肥了 老虎肥起来以后 带着队友这几波进攻 也是成效斐然 而且自己的这个谜团 谜团的刚才那一波上路的拉蝙蝠 给自己队友争取时间 还有刚才这波BKB 直接一个跳大 拉住三个人 这波表现都是非常非常完美 这个谜团的一个大招 真的是爆炸了 这样到熊战自己的装备也起来了 马上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大晕锤做出来 深渊之刃 这一条刀拉住这个蝙蝠 拉住了这个谜团 但是老虎的一个大招能不能救 没有救下来 一根箭直接射中了蝙蝠的屁股 射死这个屁股蝙蝠以后 小狗这边递了一下 但是没有能够递回来 递的稍微早了一点点 大牛这里给上一脚CT 而跳刀 跳刀走位非常的灵动 直接躲开了一脚梯的一个范围 剩下这根几个墙 追人有点追不上 追不上 这波是找到了一个机会 CD现在找到一个机会 杀掉了谜团 但是自己的蝙蝠也交了 而且谜团并没有放大 谜团的大招还有40秒的CD 等于下一波团战的话 谜团又有大 谜团也是把自己的威尸镜甲 给更新出来 威尸镜甲BKB 加上一个跳刀 这个谜团 无欲无求了 基本上 谜团的A仗效果 其实也挺厉害的 也挺厉害的一个技能 但是比较受限的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大招 比较容易被打断 但是CDCY这个阵团 好像没有能够打断 这个BKB的谜团大招的人 没有大晕锤 大小晕锤都没有 这雄战直接跳过来以后 把这个小鱼吓跑 这个小鱼什么鬼 这个小鱼不要这样 我这开始之前 我还在夸你啊 怎么突然间 这个 这一次这个选择这么迷啊 老虎这里再往前追一点 XZ的这个 被给上一个蓄灵刀 自己给自己一个 被递回来以后 虽然是给了一种魔葬 但还是没有什么卵用 这里吹起来 落地 直接一个拍一巴掌拍死 上路二台也高破 基本上这场比赛可以聚练了 打不了了已经 熊仔能做出自己的大鱼 基本上就是冲上去定谁秒谁 老虎这里直接冲上来以后 诶 好吧 这里递了一手对方 但是没有能够产生什么实际的一个效果 清掉兵以后拆高地 诶 这是谁冲上去了 熊仔莫名其妙的冲上就打了一波 虽然是没有什么卵用 看来一个跳踩 踩住 这小龙龙边盒被顺秒 BKB的谜团又是拉了一个大招 把对方的狗也秒掉 基本上可以聚练了 这个WINS在中后期团战的一个执行力 以及对于这个时机的把握上 还是比CDC外感觉更有功敌一些 而且队员之间的这个相互配合 信任程度真的不是一般的队伍比得了的 这样下路高破 基本上可以直接两路了 对方的狗和蝙蝠都有还有30多秒的时间 这里小狗 这里的 诶 老虎冲上来也不是没打出什么输出来 熊仔莫上来直接配合大鱼 秒掉了这个大牛 正面战场 现在BKB的小鱼过来钢一波熊战 但是熊战表示根本就不削 小鱼开启了BKB 开始大招往后撤了只能 再钢的话钢不过了 只要一出来就是要被熊战秒的一个结果 还是被老虎给秒 区别只是被谁秒 一个大绿鞋加上来 那么CDC在 可以GG了 确实可以GG了 那么这个应该是双方一个胜者组的一个比赛 我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比赛的一个安排吧 因为南洋杯的一个比赛可能之前也只是没有给大家来得及去做这个赛程的一个安排 然后这个比赛目前的一个参赛队伍就这场比赛基本上不用看了 已经打出GG 那么我们直接切入到这个片园画面 然后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比赛目前的一个情况 八强赛这边的CDC外是2比0直接把这个DC给打到了败者组 然后呢DC在败者组这边呢要迎战一个 WINS刚刚2比0干掉的UMPIRE 等于这个两个外国队伍是直接掉了败者组 然后还有一个外国队伍是WG.U这么一支队伍 这支队伍之前没有给大家做过他们的比赛 知名度也不是很高 我们会有机会再给大家说这支队伍啊 如果有机会了给大家再说 然后这支队伍呢也是被老根爹2比0直接打到了败者组 胜者组的第二轮呢是CDC外迎战WINS 那么这个比赛是双方的第二场 也就是可以知道结果了 就是现在是WINS晋级到胜者组的第二轮 那么第一轮的话呢 CDC外是掉下了 然后呢接下来的比赛是老根爹对战NUBI的比赛 这个比赛不出意外我也会给大家做这个直播的解说啊 我们接下来就主要是看这些队伍 现在败者组的四支队伍里面有三支都是国外队伍 所有的中国队全部都晋级到了这个 现在胜者组的所有队伍都是中国队 败者组的话呢 现在是三支国外队伍 基本上这个冠军不出意外就是中国队伍了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好自豪的啊 好吧这场比赛就先到给大家带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三号大叔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